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思宝觉得自己好像是被王彩玲抢奸了一样 到学校就把王彩玲打了一顿 两人就断了交集 再知道王彩玲被打了之后的周瑜跑来安慰她别太难过 可是周瑜再怎么安慰也始终走不进王彩玲的心 在这次之后 黄思宝也再没有在王彩玲的身边出现过了 虽然王彩玲长得不算好看 但身边的桃花还是不少 之后王彩玲身边还出现过一个舞蹈胡老师 可是这个胡老师竟然强奸了她 自然就被抓进了监狱 生活中的不幸压得快让王彩玲喘不过气了 正当这个时候有个小女孩贝贝想请求她教自己唱歌 虽然一开始王彩玲是拒绝的 但是贝贝说自己得了绝症将活不过两年了 希望能在生命的最后得到比赛名次 王彩玲听了之后答应了贝贝的请求 可是当贝贝获了奖之后 她才知道贝贝原来一直在骗她 而王彩玲为了帮贝贝将自己转北京户口的机会也放弃了 在生活这样的失落和压抑下 王彩玲最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过新年 看到了自己父母的王彩玲 内心感到十分温暖 也许在父母的身边就会什么都感到不委屈了吧 而之后王彩玲去孤儿院领养了一个女儿小凡 养育小凡又会成为支撑她生活下去的希望 影片的最后 王彩玲终于在国家话剧院上歌唱歌 可这一切都是骗人的 在面临了种种困难的王彩玲 之后终于可以开心的生活下去了 我想这对她而言或许不是一件好事 我想这对于她而言或许是一件好事 因为她终于可以不再去想其他事情了 安心的为自己和小凡而活了 其实像王彩玲这样的小人物 在生活中还有很多 只是被我们无意间缩小了 而这样的小人物在社会中也是不受关注的 如果用渺小而伟大来形容他们 再合适不过了 因为他们也会为了自己的梦想而去努力 他们也会因为身边的事物而担心 因为他们也希望受到关爱 可是面对生活却无可奈何 其实他们的故事也会是我们之间不经意的一个小故事 我是小鹰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为你时光 谢谢你们感谢 我们历长的事情 我们的事情 都一直有所搅担心